大家好,我是点燃美术小曹老师 今天我们画的是一只画眉 它的全称叫绿色奇眉 首先我们画它的眼睛和眼睛周围的这些黑色的羽毛 接着画嘴,注意嘴跟眼睛的位置关系 画的时候还是一样,用线一定要肯定 不管我们画什么鸟,对鸟的结构要稍微有一个理解 这样的话画出来会比较生动 接下来我们画头上的羽毛 用花青加一点墨,直接带过一笔 画脸上的羽毛也是有情有重,有体有暗 要有用笔,不要直接染 笔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有形态上的变化 我们可以根据它形上的变化 来画物体合适的部位 这是我们画腹部 画腹部的时候要重,压,轻,提 让毛自然然的融合到后面去 让它腿的颜色注意点 这个上面画的稍微重一点 我们画的时候不要画太重 这是我们画它的初级飞语跟次级飞语 画的时候用笔干脆 尾巴上的羽毛画的时候一定要肯定 从底下看的话羽毛比较轻 颜色比较浅 所以画的时候戴一下 嘴比较重 用重墨染一下 戴一戴头部的颜色就可以了 画角的时候这次我们选择的是双钩 双钩有利于理解这个鸟的基本结构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等你理解了结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写意的方法去画一画它的鸟的 其他部位都可以 一幅画来讲不管哪个画到哪种程度调整很重要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小的笔 也可以用勾线笔 画一画它的羽毛 让它的一个是增加它的层次感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让它的羽毛的结构稍微再明确一点 顺着羽毛的生长方向去勾 一组一组去勾它 哪个地方的颜色不够 我们还可以用稍微重一点的颜色 去跟它做一个补充 勾的时候它跟公笔有一点区别的是什么呢 就是公笔的话要面面俱到 小写意的话要有所取舍 好那这张画呢 我们就先画到这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什么问题和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